几乎同一时间,在殿阁后面一个被层层禁止严密守护的密室中, 许家族长和巨汉,另外一名老者正凝重地打量着放在密室石桌上的两件东西。 这俘虏好生厉害,凭你我的修为,竟然无法用法力强行结下。 看来还真像那位韩前辈所言, 这些东西是一族的大成存在,要转交先祖的。 名教徐伙的老者似乎已经尝试过取下俘虏,望着二物有些无奈。 若真是大成妻存在,那这两张俘虏真能如此玄妙并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若是借用宝物之力强行毁掉这两道俘虏,怕是将东西也就毁了,肯定硬有什么巧法才对。 族长若是有办法,不妨先试上一试,不行的话,再另想其他办法。 叔父直言极是,那小侄就姑且试上一试。 取交好一会儿之后,凝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就见他忽然一抬手臂,再一张口一道白光一喷而出。 只见白森森的寒光围着手腕处飞快一绕后,就立刻一闪重新被雪椒吸回了口中。 但下一刻,手腕处一丝烟红浮现,树滴精血徐徐地坠落而下, 正好滴在了那块封印欲减的浮禄上。 血光微闪之下,这些精血就轻易地没入不见。 原本静静不动的浮禄,瞬间金光大放, 争先恐后浮现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金纹, 但一闪即逝下,这些金纹就纷纷地溃散消失, 同时浮禄上的惊人灵气一脸,所有灵光一下消失了。 许骄见到此目,顿时大喜,知道自己多半猜对了, 果真只有继承了冰破仙子血脉的精血, 才能安然接下此浮禄。 他深吸了一口气,张口冲着玉碱轻轻一吹, 金色浮禄一颤之下,就无声无息地从玉碱上飘落而下。 老者和巨汉见此情形,面上也同样是显出喜色, 许骄强行按纳住心中的兴奋, 用同样的手法将玉和上的浮禄也取了下来。 白衣男子目光在二物上左右一扫, 略一犹豫后,还是伸手将那枚蓝色玉碱抓到了手中, 将玉碱往额头处轻轻移放之后, 男子闭上双目。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白衣男子脸色由开始的气定神弦渐渐变得有些凝重, 但后来却一点点地震惊起来。 老者徐伙和巨汉在一旁见此情形, 面面相缺了一眼, 心中不禁有些紧张。 一盏茶的功夫后, 白衣男子终于长吐了一口气, 神色有些恍惚将玉碱从额头上挪了开来。 贤侄, 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巨汉也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我说, 你自己看看。 许娇似乎清醒了几分, 神色复杂地将玉碱直接抛了过去, 似乎不愿意多说。 老者抬头接过玉碱, 虽然有些惊异, 但略一犹豫, 同样将神念渗入其中。 这时许娇却将目光落在玉盒上, 略一思量, 一只袖子一抚而过。 盒盖顿时自行打开, 玉盒中一片乌光流转不定, 里面赫然放着一只数寸长的鲜红小瓶, 此瓶表面印有一种奇怪的花纹, 并隐隐有一股血腥之气发出。 诶, 这个好像是族中的。 不错, 这是我们许家祖传的血魂瓶, 原本是一对, 但当年被冰魄先祖带走了其中一只, 没想到今天又重新聚齐之时。 真是死宝。 巨汉咽了一下口水, 许娇不再接口什么, 冲着巨汉直接吩咐, 你马上带着我的令牌, 立刻调族中所有秘位, 将宗庙所在的山峰团团围住, 同时将附近的禁纸全部打开, 连一只苍蝇都不准给我放进去。 再将还在闭关的大叔祖也请出来, 来宗庙内暂时等候一眼。 什么? 调动秘位, 还请大叔祖出来? 不错, 这是关系到冰魄先祖的大事, 就算大叔祖正修炼到关键之处, 也必须出关一趟。 族长真的找到了先祖的下落? 好好, 我这就去办。 巨汉文言大喜, 再没有任何犹豫答应一声, 当即向外面走去, 而许娇目睹巨汉走出密室中, 目光再次回到血红小瓶上, 脸色却有些阴晴不定了, 再过一会儿之后, 老者徐伙长吐了一口气, 终于看完了遇见。 唉, 原来如此, 先祖大人竟真去了蛮荒世界, 还跑去了一大路, 但是出了什么事情, 只有当年祭练的一丝血魂被转交回来, 这玉剑上除了那篇血魂秘书外, 其他事情只是聊聊几句, 到底出了何事? 只要动用血经官将这一丝血魂重新唤醒, 才能知道一二。 这也幸亏当年兵破先祖早就做了后手, 先炼制好了血经官和一对血魂品, 否则纵然我等也是有束手无策。 的确如此, 不过玉剑上所说, 这福禄一旦取下, 就必须在数日内举行唤醒一试, 否则纵然有血魂瓶, 那一丝血魂也是会散去的。 毕竟, 这血魂在瓶中封印的时间太久了。 放心, 我们今晚就立刻举行一试。 也只能如此了, 哦, 对了, 正殿的那位韩前辈, 我们要如何回复啊? 听雨儿说, 这位和兵破先祖也有些渊源, 并且主动将先祖血魂送回, 对我们许家, 应该不会有什么恶意。 这位韩前辈虽然才进阶和体气不久, 但是似乎神通极为不小, 还精通上古法阵, 说不定以后能成为我们许家依仗的大员, 无论如何, 一定要挽留这位前辈在许家多留些时日, 等举行仪式, 将血魂唤醒后, 再设法和这位前辈多攀上一些交集。 于是这位许家族长将装着血魂小瓶的玉盒谨慎地收起, 就和老者一同出了密室。 一个时辰后, 一座山峰中修建的某座精致绝伦的阁楼中, 韩丽正盘膝坐在顶层的一块蒲团上, 眉头微皱, 沉吟不语。 他心中确实实在有些苦笑不已, 原本想将东西送到后, 略和许家人寒暄一耳, 就告辞离去, 但没想到这位许家族长竟然表现得热情万分, 不但极力地挽留其多住一些时日, 并且在见他去意泼浓的情况下, 竟隐隐向其透露出这一次转交过来的东西中, 真有冰破仙子的线索。 只要他在许家多待些时日, 说不定就真能找出他们仙族的下落。 他听了这话, 心中不由地犹豫起来。 要说韩丽对冰破仙子的事情毫不在意, 自然不太可能。 无论他吸收的前蓝冰宴, 曾经冒险进入的徐天宫, 得到的徐天宝顶, 以及在大晋北明小吉宫一脉, 都和这位冰破仙子大有关系, 而且他心中颇有几处难解之谜, 也极想找到这位冰破仙子解开样, 只需要多留十天半个月, 他自然不会介意。 毕竟以他如今的神童修为, 也不会担心这个许家对其有什么异常心思, 在人妖两族中除了传说中的大乘修士外, 也没有什么能威胁其性命, 故而在许家族长以及其他许家修士极力挽留下, 他还是最终住到了此阁楼中。 不过韩丽心中也有决定, 顶多在许家滞留月许时间, 到时仍没有冰破仙子消息的话, 绝不会继续在此处耽搁下去。 当然就算真得到冰破仙子下落, 要如何去做, 是否真花费时间寻找下去, 这还是两说的事情。 他要到时看情况再说。 韩丽默默想着, 手掌一抬, 接着灵光微闪之下, 手中顿时多出了一张银色符路来。 此符路正是他当日从广寒界的禁制遗址中, 得到的那几张灵气耗尽的真仙界符路。 这段时间, 因为合体丹药一时无法配出, 故而他倒也不急着修炼本身的法力, 反而将大半心神都放在这仙界符路的参物之上。 此符路虽然微能全无, 但上面符文也全是用银颗文书写而成, 和以前得到的金雀玉书中的符路之道, 自然大有相通之处。 让韩丽最近大有所参悟。 原本金雀玉书残业中始终无法入门的天歌符, 竟然也有了些眉目。 此符是残业中记载的最后一种银颗文符路, 也是唯一的一种攻击符路。 此符路未能如何姑且不说, 单论深奥复杂之处, 诗在远超太仪画清符等其他银颗文灵符。 韩丽即使进阶合体, 对天地法则也有了一些领悟, 竟仍无法将其一下参悟透彻。 从此方面来说, 这天歌符应该绝对值得期待。 韩丽一边目不转睛, 盯着手中的银色符路, 一边一根手指不停地在虚空中点点画画, 笔画着什么, 大半时间丝毫异常都未出现, 但有时却从指尖处迸发出大小不一的银色符纹, 或骤然爆裂消散, 或一下凝聚闪烁不定, 显得神秘一场。 时间一点点都过去了, 没有多久, 许家所处的山脉的上空, 悬挂出数个皎洁圆月, 已经到了晚上深夜时分, 正一手笔画不停的韩丽, 忽然脸上一丝异样之色浮现, 下一刻, 他竟一下站起身来, 一闪之下, 漠然出现在了窗口处, 并往远处山峰眺望而去, 脸上引有一丝疑惑。 怎么回事, 这股禁止如此诡异, 好像是。 韩丽心念急转, 似乎一下想起了什么, 结果心中为之一惊, 原本荧光闪闪的圆月, 不知何时变成了血红之色, 让人看了心中不安。 韩丽长吐了一口气, 将目光一收, 又朝原先望去的山峰 再次双目一眯望去, 瞳孔深处蓝芒闪烁, 远处看似寻常的山峰 竟同样被一层血色霞光笼罩, 这些血光围着此山峰 不停地障缩不定, 明显可以看出 山峰周围已经布下了 某种玄妙禁止, 血光实在不同寻常, 仍有部分灵压直接洞穿而过。 如此之大的血腥之气, 难道许佳真在举行 某种血迹仪式? 不过就算真要举行血迹, 也不会偏偏挑在 有万人的时间, 难道和今天转交的东西 有什么关系? 半晌之后, 他目中蓝芒一脸, 消失不见, 喃喃低语几声, 面上满是沉吟之色, 他是何等机智之人, 只是略一思量, 竟也将事实猜中了七七八八。 心中有了猜测, 韩丽望着远处山峰, 脸色恢复了平静。 再望了一会儿, 波动一脸, 消失了, 他就若有所思地离开了窗口, 重新回到蒲团处, 盘膝坐下, 并缓缓闭上了双目。 接下来的日子里, 除了许仙与碧莱的问候请安, 许家的其他人, 没有人来打扰他的参悟修行, 不过从女子脸上引带的优色, 许家人那天晚上的举动似乎并不顺利, 果然以后每天晚上, 同样天象和波动连连爆发, 一连几日, 那位许仙子请安过后, 似乎有话想冲韩莱说, 但话到嘴边又犹豫地咽了回去, 韩莱将这一切都目睹眼中, 心中暗自思量, 但表面神色如常。